大家比較想看巴龍嗎? 反渣龜晚一點了 等一下 巴龍一開始是要怎麼樣? 先打死一隻 那我覺得可以先不要打他 先把一隻打死嗎? 沒有啊,你可以扣著等他打你再打死他會不行 喔 第二關是要靠龍車嘛對不對 對啊 OK 因為有流的話會比較穩 殺掉他 喔對齁,這樣子有點危險齁 對啊 可是你怎麼會壞掉應該還好 不然就 可是我還有直傷可以打 你就打死嗎? 可以吧,大家噴一下 噴一下打死嗎? 他那樣血量大概升起 這差不多吧 感覺好像是不是剛剛好耶 不然就是可能差一下 剛剛噴一下了,然後剛剛好 好剛剛好,這邊就可以把暗龍石開起來了 小小羽,他被女生拐走啦 我看一下喔 少一顆喔 他二 不用不用火珠 五鼠龍,五鼠盾龍刻是不是修好了 如果修好的話那就沒問題了 修好的話應該消到暗牆化就可以過 好猛喔 啊,斷掉了 呵呵呵呵 美彈而樂理 修好了,那燈應該可以過啦 你看,這樣就可以過了 那下一關齁 下一關直接開八龍 直接開,直接開八龍 直接開八龍,加天龍座 直接開八龍,加天龍座 喔,直接來喔 這樣子進第二條血的時候是 C第二 比較安全一點 他速度也很快耶 再來下一關 下一關 下一關 可以啊 下一關的話 兩回合打死就好了啊 應該是沒有阻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樣吃帶天龍座比水龍吃好嗎 帶天龍座的話 大概常駐傷害應該有三四千萬左右 沒有 因為你如果不帶天龍座 你這邊爆發你 換關你出不回來 喔,感謝 勇敢的 感謝,遊行凱戰術 其實八龍一回合就過了啊 你有看到嗎 因為他會天降下來 所以你故意就放左右之間 呃,其實我想一下啊 我思考一下 這邊感覺 他血量我記得啊 蠻多的 可是有天有 多少 啊,不用不用 我覺得應該可以 這個 攻擊珠我覺得可以 喔,可以啦 好,這邊拿到王關 這樣就四千五百萬了咧 王關的話 先開那個小魔女噴他嘛 對不對 一回合,一回殺 然後順便開包 反正 下一回合用不到 對啊 然後剛好龍可以跳起來了嘛 這樣有沒有 這樣子 這樣子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啊 1200萬 沒打死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 沒差吧 沒打死 沒差 這一回合打死就好 算 呃,不過這個版面 真的是有點差耶 有還有八龍嗎 沒有八龍 這版面有點差耶 可以啊 你火珠到時候往上撞就好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火珠直排 這樣子好不好 版面剛剛版面很差 還是可以過啦 還好他不會又要叫我再重打一次四十年級 不然我真的會瘋掉 這邊加龍科應該是可以過我覺得 我覺得很拚喔 很拚是不是 沒關係 我們試試看 有啦 這個八COMBO 會有兩組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樣可以 這樣我們打一次又通關了 第一組是五顆嘛 那至少還有第二組 至少按出頭外多的是COMBO 阿斷掉了 阿不過其實三萬多就滿身張了 就滿身張了 對 這樣應該可以過 感覺應該可以 哇 欸爆一次 一次就通關了 一次就通關了 超強 超強 可以啦 單張打六千萬 對啊 阿還追打 追打兩下 哇 穩啊 這樣子算很快欸 很快欸 可是這感覺有一點風險 對對對 但是這個